字幕志愿者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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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在自己经历或目睹他人受威胁伤害后 对这些可怕或危险经历 产生的心理或身体症状 对某些人来说 即使事件过去很久 但想法或许记忆仍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今晚的健康愿意 我们请来BC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师 与大家了解一下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以及应该如何面对 BC省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师王月指出 符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定义 患者必须是经历或目睹 接近身死关头或人身伤害的事件 而在生活中 如果经历工伤、斜祸、被打劫或暴力事件 以及天灾等 都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常见的症状包括经常发恶梦 事常表现出惊恐的状态 由于森林奇境重返创伤事件现场 而患者的情绪上 亦有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情况 就是可能情绪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个人特别容易猛疹 甚至因为这些猛疹 容易发怒的情绪 是影响到你身边 和身边人的关系 我们有见过 比如说家里的争吵会多了 甚至搞到要离婚 也有的 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在公司里面 没有办法再继续去 很平稳地用一个正常的心态 或者是情绪去面对其他的工作人员 此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着一个人 会否幻想这种疾病 一些风险因素 如工作性质、病历 缺乏支持等 都可能增加幻想的风险 他表示 若生活中时常经历 和创伤有关乱的事情 就要特别注意 我们人的机制 就是学会这件事 是对我有什么影响的 到我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要作出什么反应 就学会了这种回应的方式 如果他在过往曾经有发生过这些事件 而未有去处理的话 他之后再发生这些事件 可能会有一个更大 更严重的反应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通常在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内出现 但有时症状可能在几年都不出现 住宅林藏心理辅导师王月指出 曾经有患者经历车祸的创伤 抗伤后未曾处理 结果十年过去 病方就不知不觉中变得严重 这十年内 他其实是积累了很多压力 在内 这些压力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话 他会 即是个人的反应 可能很小事 已经会令到他整个人都害怕了 而在治疗方面 一些心理治疗 例如认知行为治疗 CBT 或者眼球运动脱蜜 和再处理治疗 EMDR等 对患者从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中康复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我们会发觉 这些不同的事件 可能会弄回以前的事情 可能小时候被人bullied 在学校等 这些状况 可能在那个情况 会飙回来 即是我们通过心理治疗 去找回这些线索 这些情况 可能就需要更长的时间 去作出一个处理 作出一个调整 他最后建议 这些症状时常被忽略 大家需要时常观察自己的情绪 放松心情 若有需要 应该及早 寻求医疗专业人士的帮助 好了 今晚的健康与你 就讲到这里